歡迎 打開路的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異形 羅姆路斯 這是2017年異形聖約之後的全新異形電影 也是福斯被病入迪士尼之後的第一部 不過這部離開了普羅米修斯和異形聖約的前傳系列 回到了正傳當中 講述的是1979年的異形第一集和第二集之間的故事 導演的也不是前兩集的導演 異形之父 最近拍一部垮一部的雷利史考特 而是請來的代表作有暫時停止呼吸的烏拉圭導演 費德阿瓦雷茲 主角群也以新生代的演員為主 有美國內戰冒王與我的Kellys Penny 以及真人版朵拉 還有演出蜘蛛夫人的Elizabeth Mercy 該怎麼評價這部電影呢? 我昨天晚上看的 看的很過癮 對我來說 它就像是星際大戰第七集 Star War 原力覺醒所做的事情一樣 除了重新把這個系列帶回到觀眾面前之外 更是提煉了前作當中的種種精華 用一種近乎復刻的方式 拍出了一部成功的異形電影 我覺得是好看到可以去吸引新的觀眾 又能滿足到老的粉絲 但要先搞清楚的是 異形羅目露斯 這部電影它主要致敬的是異形第一集 而不是詹姆斯克曼蓉的異形二 這是一個影子上很經典的例子 這兩部經典的差別在於 第一集算是一個科幻恐怖片 而第二集算是一個科幻動作片 恰好這位導演又是一個現代恐怖片大師 所以當然羅目露斯會是一部科幻恐怖片 所以不要保持著錯誤的心態去看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人說 這部片難看死了根本就是恐怖片 你答對了耶 羅目露斯對我來說是一部很棒的恐怖片 驚悚的氣氛、嚇人的橋段 再配上異形可怕的壓迫感 但是那個噁心跟血腥的成分 又沒有到我不敢看的程度 電影當中封閉空間的恐懼感 還有那個被怪物追逐的場面 我覺得都滿不錯 以及神出鬼沒有完沒完的劇情發展 都讓我還滿享受的 故事一開始發生在一個陰暗看不到太陽的星球上 主角Ren跟他的弟弟Andy住在這個星球上面 對著他的弟弟不是真的人類 是一個生化人 是一個他爸爸在垃圾場裡面撿到的生化人 他們想要離開這個沒有希望的地球 搬去一個更好的環境 會想要再被主長這裡的企業所剝削 所以好像有點難民的成分在 他朋友跟他說他們意外的發現了 在他們天上有一個廢棄的太空站 只要上去偷走太空站裡面的休眠艙 他們就能進行太空旅行 去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 於是主角就帶著關鍵的生化人 他們一起出發 那個太空站裡面 當然有著一些恐怖的東西 異想不到的怪物等著他們 異形故事的傳統就是由女性作為主角 像是正傳四集當中的雷普利 或是前傳當中的蕭和丹尼 他們好像都有一個滿中性的名字 而這一集的主角叫做Ren 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在每一集當中 都會有一個生化人的角色 這個生化人往往都是讓人有點畏懼 或者說異正異邪 好像總是在背後搞著什麼陰謀 羅莫路斯的生化人Andy 對他叫Andy You're my favorite deputy 走一個跟前傳由Mike Faspinda 所飾演的那個生化人完全不同的風格 除了是由黑人演員飾演 在個性還有性能上面也大有不同 這部電影讓我很喜歡的一點 就是這個生化人跟主角他們之間的感情 這兩個一男一女 一個人類一個生化人 但他們情同手足 他們為這部電影注入了豐沛的情感面 我真的很喜歡這兩個角色 而且他們兩個人都演得超好 我尤其是對飾演生化人的Dave Johnson 他怎麼一直把那個眉頭壓著這件事情 感到很驚奇 還有這個角色在電影當中的個性轉變 真的演得很好 而飾演Ren的Katlys Benni 成功的詮釋出了新一代的女英雄 她不像學哥尼維佛 或者是歐密瑞佩茲那樣子的櫻婷 有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外在形象 她不需要有中性的連孔 也可以打敗異星 而我很喜歡裡面一場開門不開門的戲 那邊寫得真好 讓兩個角色之間的那個關係起到很大的變化 也展現了很強大的戲劇衝突 而且也對應到第一集主角也有一場開門不開門的選擇 談談這部電影的創意 好像是比較被人詬病的一點 BBC的影評說電影在技術上面是一部合格的作品 但是無論她對第一集電影的引用多麼巧妙 不得不說這部電影存在一種根本缺乏原創性的特點 這讓人是感到沮喪的 的確很多羅目露斯當中的那些內容 那些橋段都是在其他的異形電影當中看過的 如果你是老粉絲的話會感到很熟悉 甚至會感到很興奮 而這部電影也努力的要去還原 我剛剛說復刻這些經典橋段 不管你是看過每一集異形電影 或者是只看過普羅米修斯 或者是異形聖約 你都可以強烈的感覺到這部電影很大的程度上在服務粉絲 但是我覺得服務粉絲也不是錯 只要能夠把它融合得夠好 而不是只是一昧的在服務粉絲 有點像是照著第一集的路重新再走一次 所有的劇情反轉跟主角應對的方式 都還是照著1979年的那部電影 沒有什麼太多的創意在 或是沒有是不夠多 像是我還是蠻喜歡最後出場的那個異形 然後還有好幾場無重力的戲 我也覺得處理得很不錯 而導演這次堅持不用綠幕 用傳統的方式打造異形 和那些太空站的場景 讓大部分電影當中的質感都很出色 以及裡面呈現了那個經典的 沒有人會在太空裡面聽到你尖叫的橋段 我也覺得很棒 異形羅門路斯 經典元素的回歸於現代化 節奏明快 故事單純 充滿緊張感 精美的調配了新舊觀眾的口味 啊真是哦 哎呀 B7 普羅米修斯和異形勝約 這絕對是一部爽片 雖然本質上還是有些缺點 但瑕不言喻 並不會影響到這部電影的水準 完整還原了1979年的經典電影 是一部成功的讓異形系列回春的電影 特別推薦給想看疫情電影當中 到底有多少性暗式的你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訂閱按讚和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和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甚至樓的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采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